好,我们来看软件项目目标的第二个话题,功能目标 软件的功能实际上就是描述软件做什么 功能有一定的层次性 那么最核心的功能,最主要的功能 也就是这个软件的价值所在 第二个层次呢,是它的辅助功能 辅助功能是帮助完成核心功能或主要功能 能够改善用户体验,提高效率的这样一些功能 那么第三个层次呢,就是外围功能 外围功能是锦上添花这样一些功能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亮点性的功能 我们以浏览器为例来看一下它的功能层次 首先看核心功能 第一个是网络通信,这个是肯定的 因为我们浏览器就是一个网络客户端 它所以必须具备网络通信的功能 第二呢,是协议的支持 我们浏览器要支持一些常用的协议 比如像HTP啊,DNS啊,HTTPs啊这些 对这些协议不支持,当然它也不能够完成它这个浏览器的功能 第三呢,就是JavaScript的支持 JavaScript的一种客户端脚本语言 当然这个也要支持,HTML要支持 我们的静态页面是通过HTML文档来进行描述的 第五个下载功能 一些界面上的元素,比如说图片啊 声音啊这些,我们先把它下载下来才能够在界面上展示下来 所以必须支持下载功能 第六部分呢,就是这种插件的支持 一些常见的插件,比如说图片啊,视频啊,动画啊,有媒体啊,Office插件啊这些 Muse这些插件呢,也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个,它的一些浏览器的功能 第二个层次,辅助功能 比如像我们的这个书签管理功能 历史记录功能,这些都是改善用户体验的,使用起来更方便的一些功能 还有一些其他的设置,也是帮助我们更好地完成核心任务的功能 那么第三个层次,外围功能 比如像Firefox提供的JavaScript的调试 做这种前端开发的人就非常喜欢 还有比如说,这种弹出窗口的拦截啊 还有些其他的实用工具啊,这些都是一些外围功能 我们在描述这个软件系统的功能的时候呢 还要定义好这个系统的边界 哪些是不属于我们这个软件系统做的 这个也要清楚 比如说作为一个电子商务网站 我们能够调用这个支付系统 我们能够调用支付接口完成支付功能 但是我们并不提供支付的功能 支付功能是通过支付其他的支付渠道 或者支付系统来完成的 又比如电子商务网站提供这种订单的查询功能 但是呢,我们不管有这个订单的物流状态 这个订单只要一出了仓库以后 那么它就交给物流系统来管理 而不是我们这个电子商务网站的管理 很危险 哦 谢谢大家